北京时间4月24日凌晨零点 一架第31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AC米兰在主场迎战来切 AC米兰立刻非常强大的纳布勒斯 杀入了欧冠半决赛非常给力 这让AC米兰时隔多年再次有了冲击欧冠军的希望 而在联赛 AC米兰处于真四集团中 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 AC米兰想要获得下赛季的欧冠资格并不容易 此次AC米兰是主场作战 面对的是排名第16的云南球队来切 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 AC米兰必须全力拿下来 结果没有什么意外 AC米兰全取三分 总积分追平罗马 本场比赛AC米兰排出4-2-3-1阵型 雷比奇顶在最前面 如尼奥尔比梅西亚斯 布拉辛比迪亚斯和拉斐尔比莱奥的进攻组合 连妹出击 伊布和奥里吉坐在替补席待命 托纳利和克鲁尼奇搭档双后腰 卡鲁鲁 加夫 托莫里和特奥比埃尔南德斯四后卫首发出战 曼尼昂担任首发门将 比赛第11分钟 托纳利在外围尝试一脚远射 门将倒地把球扑出 幸好皮球没有来到对手身前 三分钟后 特奥突入禁区 疑似被对手绊倒 裁判判罚点球 但裁判看了回放之后 认定没有犯规 取消点球判罚 来窃逃过一劫 第18分钟 班达后点包抄投球攻门 皮球竟然击中立柱弹了出去 太可惜了 这样的机会可是非常难得啊 第30分钟 雷比奇高难度投球掉门 皮球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只是缺少力量 门将后退之后把球摘下 第40分钟 场上的僵局终于打破 托纳利送出转钟 莱奥投球一顶球尽了 半场结束 AC米兰1比0领先来窃 下半场一边再战 AC米兰踢得不紧不慢 随着时间的推移 皮奥利陆续进行换人调整 萨勒马克尔斯 科亚尔和本纳塞尔陆续上场 第68分钟 艾斯佩托尝试一脚远射 曼尼昂飞身把球扑出 三分钟后 莱奥的小角度射门踢偏 第74分钟 AC米兰再次进球 依然是拉斐尔比莱奥 他强行带球突入禁区 低射破门 这立进球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2比0 AC米兰击败了莱契 AC米兰各项赛事 右场不败 毫无疑问 身价高达8000万欧元的 拉斐尔比莱奥 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他三次射门 打进两球 还有三次成功过人 赛后得到全场最高的8.5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